做烧烤里面有自己的特色 这个铁板糖醋鸡蛋就非常的不错 鸡蛋的鲜香及融合的糖醋味 瞬间打开你的味蕾 吃了就让你忘不了 今天脑里38秒教会里 学会了在家也能做出烧烤店的味道 首先铁板中加入适量的烧烂油 油烧之后打入5个鸡蛋小火慢煎 趁煎鸡蛋的空洞 我们对个酱子 甜辣酱75克 酸辣辣酱15克 蜂蜜20克 陈醋加入50克 药想甜加点盐 白糖加入15克 用勺子搅拌均匀了 这调料完全融化即可 对好的酱子放一边备用 再在鸡蛋上少撒一点盐 增加底味 记住了这个盐不要撒太多了 少撒一丁点就可以了 鸡蛋底部煎定形之后 我们把它翻过来煎另一面 煎这个鸡蛋最完美的 就是完全煎至金黄色 等这个鸡蛋煎至8成熟的时候 把刚才对好的酱子 均匀的淋在鸡蛋的上面 汁淋完之后烧一烧 使鸡蛋完全吸收这个汁的香味 再撒点葱花洋葱底 再撒点芝麻在上面 起到点缀和蒸香的作用 就在鸡蛋里吃去吧 小味老毙了 想学烧烤别人跑 关注脑里就对了